一般开在社区里面的餐厅 上门的客人大多是住户 但是有一些隐身在新北市新店社区里的小餐馆 却有八成都是外地来的掏客 那么为了要品尝美食 很多人专程跑到这个半山腰上的社区 有趣的是店里的大厨二厨 还有负责采买的 以及在店里招呼客人的 他们全都是一家人 就连三岁的小孙女也在店里当起了助手 这一家人同心协力打造的幸福餐点 让上门品尝温暖美味的客人是络绎不绝 用餐时间小馆子里客人穿流不息 人家是拼命迎客 他们是一再跟客人说抱歉 今天已经客满了 然后加上白酒 新鲜澎湃的各类海鲜 还有这鲜奶油炖饭的浓郁香味 让人胃口大开 放上起司条烤出诱人的金黄色泽 肥美的虾子和饱满多汁的大蛤蜊 都给得豪迈一大方 浓浓的焗烤起司 覆盖在鲜味丰厚的炖饭上 这道香味肆意的焗烤海鲜饭 是客人必点的餐点之一 我是蓝带起司猪排饭 谢谢 另一道招牌菜 蓝带起司猪排 每片厚切猪排里 都裹了浓厚的起司跟杏鲍菇 炸到金黄色的香酥外皮 包裹着热腾腾的猪排 起司奶香浓郁却不咸腻 但由于猪排鲜嫩的口感 得要靠手工拍打 实在费工 每天只限量30份 晚来的客人想吃也吃不到 有趣的是这家小馆子 招呼客人的是老爸 采买食材的是老妈 镇守厨房的则是两个儿子 一家四口各司其职 而这生意好到不行的餐馆 竟然只是开在新北市新店 一个偏僻社区里的复合式餐厅 却总是吸引大批外来客 不远千里上门 还有八成是回头客 原因都出自于 灵魂人物欧妈妈的坚持 就是我们既然要做 因为这个是吃 那我们就是要负贷 一个责任在 因为我们做的人才知道这个材料 是适不适合给客人吃 所以我也让他知道说 就像妈妈煮给你们东西 一定是要自然 要健康的 欧帕欧妈开餐馆 其实是被两个儿子拖下水 欧家老二欧在地 原本是电子行贵 到大陆工作两年 逢年过节无法回家 又担心爸妈年纪大 没人陪伴 正巧家人住了二十几年的老房 老房子在装修 让他灵光乍现 大胆提出了开餐馆的点子 但那时的他 连菜刀都不知道该怎么拿 刚开始是不会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这个领域的 对 可是妈妈她就有说 你想要做这一行可以 可是你必须先出去 因为她认为 你先确认 你是不是觉得OK 你出去历练过以后 再回来 对 那当然就中间有去放生一段时间 去稍微去了解整个餐饮业 对 既然要做 就要做得有模有样 欧家老二在妈妈要求下 当了九个月的学徒 还考了证照 甚至成功地说服在大饭店 当副主厨的大哥欧正孝也回家打拼 退休多年的欧爸欧妈也全都上阵 特别是出身奥底 身为渔夫女儿的欧妈妈 从小在渔村长大 看遍新鲜鱼货 到现在都是亲自到渔港采买 不肯接受外送 而且采买不看价钱 只看品质 店内的招牌 红麴醉虾和套Q 不够新鲜 绝对上不了欧家的餐桌 是一个彩色的色泽 那这个就表示它是活的时候 就快速冷冻起来 这个气泡都是它活的时候 它活动的时候就被截冻了 欧家的套Q烫过后冰镇 但切之前硬是还要再过一次热水 确保卫生 但也因为妈妈的坚持 颠覆大儿子在饭店 习以为常的许多烹调方式 像是煮鸡汤不准夹鸡粉 只准夹盐 母子之间历经过不少争执 我好歹我也是饭店的副主说出来 对 怎么回到家里 好像就是跟一般师傅没两样 他每样真的 他觉得我做的不够好 他就直接会 就是当面指责我这样子 他第一就是 他跟我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就是说 我不加任何添加物 的方式下做出来的菜 他才要 因为他要食物的原味 所以必须食材要够新鲜 才能够呈现他的原味出来 对 那便便 他慢慢的会去 就是给我疏导 对不对 因为其实他说食物就是食物 不要加任何的东西 那东西才是真正的食物 对 不要吃食品 我们要吃食物 还有 嫁入欧家后 绰号欧妞的欧妈妈 坚持给客人吃的东西 也要敢端给自家人吃 甚至比自家人吃的还要讲究 创业初期 曾经一天下来只有两个客人上门 欧妈妈也坚持每一克餐点 都要保持新鲜 因此初期食材耗损度相当高 直到第三年 损耗和收益才终于达到平衡 现在用餐时间经常是一味难求 这几年不少客人慕名而来 其实是冲着这碗半斤半肉的 红烧牛肉面 牛肉面它不会很硬 它的肉质很软 然后吃得起来入口就急化 贴心的做了一个 一个可以点火的 然后把它保持一定的温度 在我们使用的过程来讲 这是蛮贴心的 所以不怕面冷掉 不怕面冷掉 对 那它又可以加糖 也蛮符合经济效应的 别小看这碗牛肉面 他曾经拿到新北市牛肉面 美味人气王冠军 以及台北国际牛肉面 最佳美味奖和卫国真光奖 领着这么多大奖光环的 这碗牛肉面 美味只有一个理由 因为是妈妈煮给自己孩子吃的面 我们现在的牛肉面 是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 妈妈小时候就是这样做 她用的是牛小排去熬制汤头 汤头不用牛油牛骨 也不刻意熬煮太久 以免普林过高 对身体造成负担 妈妈面的用意 就在于把食材自然的味道提出来 加上手工小拉面 澳洲牛肋条 宜兰葱 台产蒜片 特加酸菜 样样都看得出妈妈的用心 我觉得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对 因为我从小一直吃吃到现在 那我们不因为开这间店 然后把制作过程去省略 或者是为了迎合消费市场 我们去人家说 去节省一些东西 对 对 所以真的在家里面都吃到它味 对 其实就是那一个很幸福的味道 那一个幸福的味是这杯酸梅汤 这是欧巴从小喝到大的美味 也是家人开店他唯一能贡献的一道料理 那我们家是在 刚好在国度新宴的楼上售票所的门口 所以他买票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家 结果我们家他就会买一杯酸梅汤 别小看这杯饮料 欧巴的拿手招牌 还曾经得到新店地区 最佳伴手礼的金奖 全家人为了开店都献出拿手绝活 当然最重要的是 全家人团结一心 没有办不到的事 里面冰的 里面冰的 不然你就要放个室温 你就要放个室温 至少我说我每年 过节过什么都搭在一起 以前是帮人家过节 真的我进入了餐业之后 我没有在家过过年 不是在帮人 无论大小节目或是这样子 只好说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 八杯一杯多少钱 八百四 现在怎么越来越贵了 越来越贵了 不光是一家四口 凝聚在一块 现在连三岁的小孙女 也几乎天天到店里面帮忙 欧牛乐得有了接班人 重点是 小欧牛也能天天吃到 阿嬷跟爸爸 亲手做出来的营养美味 因为阿嬷很坚持 给客人吃的餐点 要像做给家人吃的一样用心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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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